中國文化課程 各位同學 你們好 中國文化課程又正式展開了 今年度我們齊重《遞子規》 首先我請5A班幾位同學 為我們介紹《遞子規》的這部經典名著 你知不知道今年中國文化課程中 讀哪本經典讀物? 我們今年齊重《遞子規》 為甚麼叫做《遞子規》? 遞子即是學生的意思 規即是規範的意思 遞子規即是為人子弟 當學生為人處事和同學應有的規範 遞子規有甚麼特色? 《遞子規》全文以三字一句 兩個一句編繩而成 所以讀起來囊囊想考 《遞子規》有甚麼內容? 《遞子規》的內容特別講求家庭教育 與生活教育 透過日常生活中的規範 學習大人摘物應有的態度 《遞子規》 我們一齊收看羅老師 這是《遞子規》第一篇的講解啦 多謝美班的幾位同學 我又跟大家講解一下《遞子規》 《遞子規》原名是《份夢文》 是清朝康熙年間收睬李玉秀的作品 後來經過清朝假傳人所改篇 並且改名為《遞子規》 是一部教育子弟學習良好品德的經典讀物 今天羅老師先跟大家講解第一篇 先聽我讀一次 《遞子規》 《聖人訓》 《守孝帝》 《慈謹信》 《犯愛眾》 《遞親人》 《有餘力》 《則學問》 究竟這幾句是什麼意思呢 《遞子規》 《聖人訓》 《作為學生》 《我們要謹守生活的規範》 《要聽古聖賢》所傳的教訓 《一些事我們應該要做》 《有些事我們不應該做》 《守孝帝》 《賜謹信》 《守孝帝》 《賜謹信》 《而親人》 《多些關心身邊的人》 《多些親近品德高尚的人》 《有餘力》 《則學問》 《如果德行的培養已經做得差不多了 已經做得好好了 那還有時間和精力 就要多讀書 努力學習了 不如我們一起讀第一篇的經文吧 羅老師讀兩句 同學又跟著讀兩句 《帝子規》 《盛人訓》 《守孝帝》 《賜謹信》 《犯愛眾》 《疑親人》 《有餘力》 《則學問》 羅老師講解到這裡 不過還有一些想跟大家說 每次聽完老師講解之後 你的理解指數又有多少 你的喜愛指數又有多少 在每一篇的下面 請你們圈出來 你的理解指數 和你對這一篇的喜愛指數有多少 然後也請同學 背仲和家人分享 請家長在分享表 在後面的分享表那裡簽署 和寫分享的日期 還有在星期四和星期五的課間 請中讀小隊長 帶領同學一起中讀《遞子規》 羅老師很期望在課間 聽到你們好好的 好動聽的 好好聽的 朗讀《遞子規》的聲音 羅老師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 再見 好 五月 十二十五 十六 十五 十九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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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十六